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无聊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传到书第一章 这一章提到了许多人觉得很无聊,很虚空 当我们看到整个大地一代一代的过去又来 大地仍然永远长存 或是我们抬头看太阳 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 每一天每天好像都这样子过去了 风往南瓜又往北转 不住地旋转返回原来的地方 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河处来,人归回河处 我们看到诗人在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 想到这一切好像都继续的在运转 而我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写这篇诗篇的,他是一个君王 他很有权利哦 是所罗门,他也非常的聪明 他读了很多的书 他也写了很多的诗词 很聪明的人,但他却不断强调 原来一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都是虚空,都很无聊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日光之下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人一切的努力 如果只有短暂 今天的眼光 短暂的现在 那我们会发现一切真的很虚空的感觉 就像药姐提到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当我们把时间放长 我们所努力追求这一切 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很多人找不到 以至于非常的无聊虚空 就整天滑手机 整天看网络 但这一段经文 反过来思想 有没有什么是在日光之上的呢? 有的就是神创造大地 创造时间 创造你我 唯有当我们认识日光之上 那创造的源头 我们身边才有真正的价值与方向 这是所罗门 在整个传道书给我们看见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人生一切是有限的 而唯有在 耶稣里 在永恒中 才有真正的盼望 我们祷告 求神打开我们眼睛 看到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很多时候是没有溢出 但是我们认识神 认识日光之上的神 为上帝而奔跑 价值无限 求神让美 因为你所爱的孩子 认识你 经历你 回应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